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 我爸妈来看我了 听说了 其实这次见不到还有下次吗 还是机会 你有的时候 还挺会安慰人的 你有的时候也挺软萌的 那个 我爸妈让我跟你说一声 谢谢 我微信都收到了 你怎么没有我父母的微信 不是 你别多想啊 不是我自己要加的 是你爸 非逼着我让我加他 他的原话 说你小子如果不加我微信 我让我加萌萌以后再也不搭理你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不就是怕你多想吗 到时候你又觉得我有什么坏心眼 打什么坏主意 你还挺了解我的妈 对了 你妈的病现在怎么样了 交阿姨 阿姨的病好点没有 我妈现在好多了 还给我做了吃的 那个 这个是给你留的 全吃了一点都不许剩 不是 你现在给我我怎么受 我在站岗 那你嘴巴还能说话呢 那我现在就全当有人在问我路 说话总是可以的 张灯亮 谢谢你 我妈做手术的时候 我特别害怕 我怕要是不成功了 可能我这辈子都见不到她 没有的事情你就不要多想了 而且你也不用谢我 我也有状态很不好的时候 你也不经常安慰我吗 那你也一声不吭帮过我呀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觉得在部队里边 心平两年之内都不许谈恋爱 这个规定会不会太苛刻了一些 不苛刻呀 对你这种人呀 应该一辈子 你说真的 我说真的 那 那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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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放 放哪儿 对了 那个 东西全给我出来 一点都不许针 这 你们再做什么 给你别得了 我怕我做什么 去做什么 你也没得上头 我会做什么 那你来不做什么 我没得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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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会上头 我可以上头 妈 这是 您要走啊 你是想哄我走啊 没有 妈 您别走了 我都舍不得您走 行了 你快看看 外面是什么 给我的 当然 快去快去 我正缺这些东西呢 你看看 妈还给你带了点营养品 记得吃 妈 还是你对我最好了 行了 少跟我来这些糖衣炮蛋 妈也想过了 妈 妈能容忍你在这里干满一年 但是 如果你要在这里 给我找个当兵的回去 给我做女婿 那我是坚决反对的啊 我也希望你能明白我 我已经长大了 不再是那种乖乖女了 不再是那种乖乖女了 无论我的选择是对的 错的 好的坏的 我都希望你能尊重我 我什么时候不尊重你了 你从小到大 妈 您的哪一次决定 妈妈没有尊重你 妈 我知道您培养我真的很辛苦 但是说老实话 您每一次尊重我 都是因为我抗争之后的选择 从小到大 我所有的事情 都要由您来安排 还记得在老家的时候 那会儿我还小 性格有些孤僻 我刚刚跟学校的同学 打好关系 您就非让我去北京 只是因为 当地有你不喜欢的人和事情 好 我给你去了北京 后来 您要我出国 学经济学 您有没有考虑到 您的女儿的想法 她的喜好 妈 我只想成为我想成为的那个人 我去学习摄影 不是因为我有多高尚 而是因为 我觉得属于我自己的记忆 实在太少了 我去学习 妈希望你永远做到最好 这就是我们两个之间最大的不同 您所有的事情都要求做到最好 最好的住处 最好的家人 最好的工作 可是我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这样活实在太累了 我接受不了 我想要随性地活着 我想要没目的地活着 妈 我想爱我自己爱的人 想做我喜欢的工作 您能明白吗 妈 您就让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活行吗 嗯 妈 你喜欢爱的呢 妈 讨厌这儿 你怎么这么讨厌啊 你怎么讨厌死了 还是妈最好了 同志们 今天上午 我们将严格按照做训大纲 进行合成演练 试验新战法 同时 要进行炮射导弹的实弹打靶训练 这其中包括 无人机的中继制导训练 听明白没有 明白 开始 是 这次九旅一共有六支分队 分别在野外驻训 涉及装甲 侦察 通讯 攻划和导弹部队 都是由刚刚选拔出来的士官长带队 这是最新上传的作战条例 作训的目的 就是要从中挑选金兵强将 你来全权负责 上次我们和199旅的演习 我们合成九旅 挨了灯头一棒 所以 我才痛下决心 大刀阔苦地要完善 合成作战体系 组建全新的合成营 杨俊宇 大 你是代理营长 担子很重 请首长同事放箭 保证完成任务 好 这里就交给你了 九旅全新合成营的组建工作 已悄然拉开大漠 由杨俊宇全权负责的城市做训考核科目 即将开始 告诉我一下 你们这六支队伍 还一切顺利吧 一切顺利 说一下他们的补给情况 除了燃油足够 其他的部队 他们的粮食和弹药 都已经接近平级状态了 从我的命令 六支作训部队 完成二号指令 是 营长 这一次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对于我们何尝不是呢 我是六七二装载新机车 请检 是 什么情况 牛班长 指挥部说二号作训任务命令已经下达 请我分队接收 我们要立刻前往此处 完成紧急作训任务 命令车队停止前进 前往集合地点 是 各车注意 各车注意 调整方向 完成紧急作训任务 命令车队停止前进 前往集合地点 装甲信息车打头 完成紧急作训任务 有紧急作训任务 我真的是碰到你这鬼 我再怎么说我们也要先回去补给啊 我是六七二 我是六七二 我分队补给 已经消耗完毕 不怕只剩长时间的作训任务 我请求是否可以先完成二次补给 同时我分队 本次出训大纲 只有无人机 和坦克的协能科目 我请求明氏 紧急作训任务内容 请求被驳回 执行命令 是 来 把中段给我 什么情况班长 我哪知道 班长 这什么鬼地方啊 这不写着呢 这不写着呢吗 韩兵市 挂得神神咪咪的 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 黄阿蒙你确定是这儿吗 是的 地点和方位都没有问题 哦 我们距离集结地点还有一公里 那就跟之前的任务 兴致完全不一样啊 王英瓦 到 离回九六三 是 好 注意警戒 准备进入城市 给你 妈 这是哪儿啊 看着怪吓人呢 周围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不是人呀 我们都在这儿呢 别害怕 天一会儿就黑了 我们还得下车这些任务 我的天 你别吓我呀 雪 我最怕黑了 黑有什么可怕的呀 你眼镜珠子还是黑的呢 这马一样 别害怕了 指挥部让我们去弄乱一个地方 执行命令吧 是 是 连密 车为什么脱离队伍 牛班长 我车接到命令 前往另外一个地点 班长 收拾车外指令 让我们前往外围地点 直接命令 是 是 前方路口 右转 班长 现在什么情况 不知道啊 那我们呢 先到达预定地点再说吧 啊 哥哥 我打起精神来 坦克进入城市 是很忌讳的 没有步兵的掩护 那我们就是活吧 那不一定 要看坦克在谁的手里 报告 各部队已经根据最新指示 到达指定位置 你有努力到了吗 九六股车已经到了 他们正在等待下一步指定 各位战友 你们现在均已到达 城市作训部的各个不同的地点 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离开这所城市 这项任务 并不是那么简单 你们有四十个小时 四十个小时之后 如果还没有离开这所城市 将判定为失败 你们失去了一次 宝贵的机会 班长 什么情况 怎么听着像恶作剧啊 我宁愿把它当作一个演习 杨俊宇肯定瞒服了 几支不同的部队等着我们 不管我们从哪条路走 都会遇到战斗 正前方 敌移动目标 穿假弹一枚 来 朋友小心 我们是爱宿代药的 班长 怎么办 班长 怎么办 去看看 是 班长 这次到底是演习呀 还是训练呀 不管是演习还是训练 我们都要认真的对待 他们使用的通讯码是理指挥部的 这个规模可不小 刘俊二说 刘俊二说 你们现在所在的城市训练场 你们的位置 是通讯最为通常的地方 我建议你们现在不要离开 因为 你们一离开 很有可能 就联络不到其他的人 你们的任务 是协调 城市内所有部队之间的通讯 但是这个任务 是非强制性的 你们也可以选择离开 迅速结束任务 但这意味着 其他部队会失去联络 各自为差 你们自己想吧 是杨俊宇 以往屡集的自认指令 都是短报文 今天却是口述 走还是留 大家的意见 当然是留下了 哪有不参加演习的道理啊 嗯 同意 明月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当然选择留下来参加呀 那又怎么了 嗯 我要没记错的话 你今天晚上轮岗 轮到我了 这外面这么黑 我害怕 不用害怕 今天晚上我陪你 真的啊 你陪我一起啊 嗯 小萌 你太好了 行了 行了 有这么矫情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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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萌 我不总觉得我后面有人 后面不就我吗 不是 我也不知道 我就老觉得我后面有人 别自己吓自己了 没有人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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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小萌 我还是好怕呀 要不这样行不行 你在这儿只敢啊 我回去 行不 行吧 那你去吧 你去好了 出来 出来啊 出来 别吓我啊 黄小萌 你干嘛 我啊 你干嘛呀 你都吓死我了 你还吓死我了呢 我也不想啊 班长不同意我回去 说你本来就是代替我值班人的 我回去了 好不好意思 反正我觉得我挺好意思的 你还好意思吗 真的是 嗯 我们现在都快饿死了 这时候要是有口口量吃就好了 你不是之前老说口量热量高 嚷嚷着要减肥吗 这时候谁管这么热量啊 我现在还巴不得能吃了又黑又胖才好呢 反正大晚上 谁也看不到 再说了 你就不饿吗 我当然饿了 这个时候要是吃上我妈一顿的红烧肘子 别提得多开心了 我有忙 你太过分了 你快闭嘴 别说了 我这本来就又饿又怕的 我有个办法 再来唱歌 唱歌 嗯 你还不如直接给我吃的呢 嗯 哼 哼 哼 嗯 哈哈 嗯 嗯 我wijl 天儿也快亮了 他们 该起伏了 又困又饿 而且毫无头绪 能睡着腮怪 脚总是要落地的 丑总的命令 进攻 是 特种纳队 土机分队 准备行动 准备行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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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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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甲分队 我们是攻华连 收到请回答 收到请回答 攻华分队 这里是装甲信息车 请讲话 我们得到的任务是等待救援 但突然遭到呼吸 敌人火力很猛 我们需要坦克连掩护 我来联系 快点 不论这个该死的训练是什么目的 我们不想因为别人的原因被淘汰 明白 我马上联系 九六五 九六三 听得到吗 刘班长 王小旺 我是刘董立 请讲 攻华连被包围了 请求装甲火力资源怎么办 他们在哪儿 我们也不知道 车内的北斗被屁蔽了 无法确定位置 告诉他们 找到主要建筑物和策证 告诉我们 是 攻华分队 紧确定你们的位置 我们也不知道 在我们正前方有座高楼 左前方的位置有一处院落 收到 市管长 对方汇报 正前方有一座高楼 左前方位置有一处院落 无法确定你们的位置 这些特等都用不上 班长 我觉得可以联络他们的派极炮链 他们的炮兵雷达可以确定跑到落地 如果对方使用重火力的话 第一时间可以确定他们的位置 黄晓铒 联系炮链 确定战斗位置 一旦确定我们马上前往 收到 市会长 现在打这么多 咱们要不要支援力 现在谁都联系不上谁 前面不支持敌势友 怎么打 再说现在咱们没有接到命令 不能擅自行动 那咱们不能干等的呀 更何报 都是咱们球里的战友的 收到 收到 张方长 这里是排气炮连 收到请回答 收到请回答 我是振扎通讯联系汽车 刚刚工化分队遭到了突袭 正在请求增援 但无法确定他们的方位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确定工化分队的位置 好的 我这就测毁坐标 快 传输转播信号 这儿 班长 点坐标来了 好 小萌 传输 是 九龙五车 我是黄小萌 坐标方位已传输到你车 李大雷 我前方 出发 收到 不错啊 叫 你们准备抵输了 去吧 来啊 不错啊 啊 射射 牛班长 你们终于来了 不坦协同嘛 没有步兵的掩护 我们坦克的战斗力也发挥复出来 快 放进 公安连的钻码组织也不是干的 告诉我一下 戈指小队的情况 报告 特战小组已经开始准备突袭 告诉他们打得坚决一点 别了情面 是 我是炮兵分队 攻华分队撤出去了吗 已经撤出去了 你那边怎么回事 半分钟前我们也遭到攻击 请求支援 情况不好 步兵分队也遭到了突袭 告诉我他们的位置 我们必须完成会合 否则会被各个击破 是 班长 攻华联合九六无车 已经撤离出来了 情况不好 炮兵分队也遭到了突袭 请求和步兵分队会合 别急 我这就给你发送的座标 请求支援 九六五车 九六五车 请告诉我你们的方位 我们已经救出防范部队 抵达安全区域 请讲 牛班长 炮兵分队和步兵分队 请求支援 位置我已经发送给你们了 知道 大雷 查看坐标方位 班长 我们预计五分钟之后到达 都需要 有料标已经报警了 我们没有有料补给 班长 我在想一个问题 想什么 秦贼先秦王 我们的指挥中书呢 是田密跟黄晓鸣的信息通讯者 如果你是杨俊宇的话 你会这么做 假设定夏日会 我先拿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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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剑 我先拿写 我来 我一定要拿写 I am 让我猜 我来 我去 我来 妈 来 下午就要回去了 路上平点的 多吃点啊 终于把我给耗走了 你是不是特开心啊 哪能啊 我其实心里 特别特别舍不得你走 我还是真走了 你会不会一年都不回去啊 要是再让你在部队里 待上几个月 你跟那个牛努力 就更分不开了 不行 你还得跟我回去 我现在是军报记者 不能说走就走啊 有军记的 再说了 我回去干吗呀 你回去干吗 人家给你送了那么多次花 你总该回去当着人家面 谢谢人家吧 来 给我送花的人多了去了 我还安个感谢啊 你回去看看人家 你要是见到他 你一定会觉得 这个小伙子很优秀 那就让他找别人去呗 在我身上耗什么量 你真是想气死我是不是 妈 你别生气啊 我不敢 不敢 乖 快吃吧 吃吃吧 哎呀 又怎么了 哎呀我被你气得肚子疼啊 哎呀哎呀 哎呀 您这肚子 说疼就疼是吧 哎呀 这次演技没有上次的好啊 哎呀 哎呀 哎呀小军 哎呀 妈 哎呀这次真的疼 哎呀 妈这次是真的 这次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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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妈妈你怎么了 啊 妈 哎呀 来人了 帮帮忙 我妈伤病了 来人了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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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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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慢点 来慢点慢点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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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取 Prote ashes 走 谁啊 小萌 你在这儿保持联络 李明月 跟我走 他已经在这里了 说对了 他将可以 现在 就这把 个人 还不能 一些 我 有 我 我 你车线位置在哪里 你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也遭遇了突袭 前班长正在抵抗 又不用帮忙 你们距离炮连近在咫尺 我们还能坚持 班长 我建议立即呼叫 撤出城外的防化部队 去救怀我 我无权指挥他们 这就是卸封作战 他们摆在城外 根本就是浪费兵力 还有 963也可以配合 他们进行突袭 甚至可以比他们更早 我们收拾没游了 我们收拾没游了 不能继续前进 坦克在城市里 就是个活棺材 有个火箭筒 我们就吃不消了 现在障碍物太多 射界局限严重 眼下只有一个选择 我亲自联系 那就是炮联线火力覆盖 给我们打通一条路 然后我们才能够 促进营救他们 赵氏官长 九零五在距离 迷糊到两个阶线的位置 前行收捕 请求防火覆盖 我们现在无法提供 精确的位置 班长 我出去吧 我去 你们在这儿等我 不是 你是车架炮全能 就算我负伤了 于大雷牺牲了 起码有你啊 能把坦克弄回去 张大亮 凭什么你才负伤 我就得牺牲啊 因为我比你强啊 哪那么多废话 你带着单兵电台 可以向黄晓龙直接 汇报做掉 是 加油 李 Wilfield 李 yazik ĉ Ya 古老子 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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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哪儿来的 杨新 我从东土大堂来的 有没有补给啊 没有 还藏着吗 没有 你拿过来 拿出来 给我 你吃过 你吃不吃 不吃我吃 杨自明 你在哪儿 收到 收到 死了还是活着 我现在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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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